如果电视机前的投资朋友 您的选股不是这么的敏锐 或者是真的你的个性不适合杀进杀出 做个股操作的话 那用VTF来当成您要存对修金 也许也是一个选择 那庭浩要帮我们针对了在整个高股息的ETF当中 带大家来看一下 怎么样能够兼顾价差还有利差呢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0056本身筛选股票的逻辑 它是针对30党预估殖利率 未来最高一年的当中的30党股票 对它主要的纳入的成分股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00900好了 也就是它现在的收益人数是18万人 但问题是它是去年12月份才挂牌的 所以短短的两个多月 它就已经晋升到全台湾收益人数第五名的ETF了 就值得来观察一下 为什么短短的时间内会有大量的收益人数开始涌入 其实很直观 就是它进行绩效回撤的报酬太过亮眼了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 分别是00900所追踪的特选台湾高股息30指数 蓝色柱状体 台湾加全指数红色线就是0050的对照 那么灰色线台湾高股息指数 对照的是0056 我们对照从股利率来做配发的话 各位会发现 基本上特选台湾高股息30指数 它的往年的平均水平 殖利率都在10%左右 所以这对高股息投资者来看 是非常亮丽的报酬 我们以前看到新挂牌的高股息ETF 像是00878 00730 00731 这些ETF能够有个5%殖利率 算是一个正常的水准 而且它牺牲不少了资本利得上升的空间 但是这档ETF 不但不会赔本 赔掉价差 基本上它还能够拥有如此亮丽的股利配发 所以我们就要理解到了 我们从过去来看 高股息的ETF 要嘛就是像00878 国泰永续高股息 它是看过去历史的数据 来推测说 到底现在这些股票 在未来的可能性为何 以此来进行过去分数的筛选 那又比如说 这个0056 它是针对未来 所以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未来 一个是878 一个是0056 900它的筛选逻辑 为什么可以如此亮丽呢 原因就在于 它是着重在当下 它会着重在当季 殖利率最高的30档股票 直接纳入 而随着时间点到下一季之后 它会把这30档股票 进行调整 重新的成分股 再度的纳入 所以大家在看高股息 ETF 虽然同样都叫高股息 但是它 判别高股息的基准点不一样 有的是用过去的绩效 有的是用未来的预测 那刚才讲到的这档 特选台湾高股息 是用现在 没错 所以用现在的一个ETF 现在的股票市场的 股票的市场的波动 来进行栽权 其实它就意味着 它必须要有大量的换股 那也因为有大量的换股 才能够导致 它不但领到了这5% 这个股息之利率 同时期待在一季之内 快速的填息 赚到10%的报酬 这个是900的筛选逻辑 你说这有可能吗 至少从过去的历史绩效来看 的确达到 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什么 我们更在乎的是 900背后所付出的隐性成本 什么是购买ETF的隐性成本 购买ETF主要有两大成本 一个就是内扣费用 一个就是绩效上的一个误差 因为你虽然这档ETF 它跟你从绩效论述 的确有如此亮丽的报酬 但它在操作上 可能跟实体原指数会有落差 所以我们以2021年的 内扣费用来做观察 各位会发现 像是国泰永续高股息 0056原大高股息 大概总费用率 大概在0.5到0.7左右 那它的实质殖利率报酬 股息殖利率大概在5.4 5.4左右 那实质殖利率就是用 它现在的股息殖利率 去减掉它的费用率 隐性成本就可以得出来 那我们看到 有一档ETF去年 股息殖利率非常之亮丽 叫做富华富时高息低波 它的股息殖利率有7个percent 但问题是什么 它的总费用率有2.6个percent 所以它也是大量的进行 成分股的一个替换 所以它的实质殖利率 其实并没有超过5个percent 仅仅只有4.9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 内扣费用将会是900 最大的一个关卡 但是我也讲了 假设它内扣费用稍微高一点 2%好了最多3% 它的股息殖利率有10% 控制到3%好像也有7%的报酬 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大家拭目以待 可惜的是 因为900它是180天之后 才能够重新的去计算 到底它在本年度的股息的配发 所以它虽然是季配息 但是今年第一季和第二季 它还暂时不会配息 要等到第三季 到时候就可以见真章了 那至于你说 实质追踪指数的 绩效的误差 要怎么来做观察呢 我简单举一档00757 统一FANG Plus 这档ETF 我们看到对照的是橘色线 那么蓝色线是它原本 原指数所追踪的指数的绩效 我们看到 就是总体绩效已经高达两层组 你说哇 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内扣费用 所形成的绩效差距 其实它内扣费用也不高 大概在1.5%左右而已 真正影响到的 很有可能是汇率成本的问题 正因为 我们现在购买台湾的ETF 拿的是新台币去购买 但这些ETF 它买的是美国股市 所以它就要把新台币 兑换成美元 当时的汇差 没错 那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如果美元呈现 高强度的升值格局 就代表着 我们要拿更多的新台币 才能够换到一个单位的美元 而这个时候 汇率当中的误差 就会开始涌现了 所以我们就要理解到 购买ETF当中 必须所付出的一些 隐性成本有哪些 好 那这个是高股市的部分 另外市场型 或者说 我们市场上 最主流的ETF 就是全值型 像是0050 或者元大台湾50 或者006208 富邦台50 这些的话 它就是一个 作为大盘的基准的参考 对照物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个 指数型投资者 购买这些ETF 是最为适当的 那再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近期买气比较热门的 像是电动车型的ETF 其实电动车 在2030年到时候的销量 就会达到 总市场的接近一半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电动车 它有明显的刚性需求来支撑 它不像是元宇宙ETF 它不像是AI ETF 有太多的幻想成分 或者有太多的这种 没有确切刚性需求 所造成的实体资金的流入 它有真实的需求正在存在 那么以目前市场上 两档最热门的电动车ETF 分别是00893 国泰智能电动车 以及00895 富邦未来车 这两档ETF 都是最终海外型的股票 都没有任何的配息 同时间 这两档ETF 最大的一个区别 在于 一个是追踪电动车 一个是未来 汽车产业有任何的连结 它都有可能进行纳入 比如说国泰智能电动车 它就有一个 最准确的筛选标准 就是它的电动车的收入 必须要高达五成以上 才能够纳入 所以不是像有一些台湾的个股 我号称我是电动车的概念股 但你实际来看 它的比重可能只占不到10% 对 你说传统车厂 比如说丰田 福斯 它的内燃机的市场 还是很大的 它就很难被纳入到00893 但是特斯拉就相对容易 那么另外一档是00895 富邦未来车 它是跟汽车产业有相关的 不管是电池除能技术 不管是Uber 不管是电池生产商 还是电池的相关的零组件 它都有可能纳入 所以一个 它是着重在 原本电动车 专业雏形领域相关的产业 另外一个富邦未来车 它是不限于电动车 只要对于未来车市有帮助 都会进行购入 这两档ETF 唯一要注意就是内扣费用偏高 大概会有1.3到1.5%左右 但是如果你相信它所购买的相关的概念股 它能够有亮丽的资本价差的表现的话 那么也许是我们在资产部位当中 可以配置的一环 因为我们说资产部位当中 会有主卫星 有负卫星系统 主卫星你可以主要是让你的资产稳健增长 这些高股息的ETF 同时间如果你相信某种特殊产业 未来的发展趋势 也可以配一些少量的资金 在这些ETF身上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做资金配置 那不管是刚才讲到的ETF 或者是下个阶段性节遥 来帮我们看一下 在个股当中 我怎么样透过现阶段 这种前章的眼光来判别 我存了J档个股五年后 十年后真的能够达到 我想要达到的目标 下个节目回来 再来追踪